加一個豆點 然後呢 第二欄資料 第三欄資料有沒有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那你要把它轉換成Excel的話 你才有辦法明白說 到底裡面做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程式裡面 它剛剛的動作做哪些事情 第一步 第一步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切換到程式碼 OK 那程式碼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怎麼樣從雲端上抓資料 其實就是這一串 各位可以把它學起來 有沒有 就是從那個 我們的這個Document.ready function 那如何從雲端上抓資料 就是這一部分 以後的話 你可以下一個json 他的方法叫agents 就是跟這樣 是agents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 你要給相關的參數 包含就是說 Type 你就給get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叫做type 型態叫post 不過這兩種在手機上面應用 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get跟post主要是 將來會不會顯示在那個uil上面會有參數 可是在這裡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OK 那你這地方不用改 後面的話給一個網址 然後data type部分呢 如果是json 像這個是一個json 你就給一個json 如果其他類別的話 你們就用其他類別 比如xml啦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html 等等的 那再來的話 如果sassist 就是說 有抓到資料的話 就用這個方法去處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錯誤的話 就給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傳給他一個data 然後alert 前面也用過 有沒有 就跳出一個什麼呢 網路或系統錯誤 那這個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說跨網段 比如說剛剛不是有chrome 開啟的時候 就無法去正確顯示了 所以這個會顯示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show data show data 這個方法裡面做哪些事情 那特別注意 當他成功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 這一個資料下載下來了 然後呢 會下載到哪裡 下載到data 那我們可以從data 裡面去抓到什麼訊息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需要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我按一下 即時給各位看一下 他要怎麼樣 先把這些抓出來 有沒有 那怎麼去抓 特別注意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喔 這個城市比較不容易理解啦 不過 如果剛剛有有經過那個 分割資料的動作 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跑一個回圈 for回圈 他從0開始 那特別注意喔 那個data呢 我們抓過來 然後掉到這裡 一下載